你呀 根本就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就这样放弃了吗 卢薄言 杜舍长要和我节约了 我完了 只不过被人拒绝了一次 就这样否定了自己 不太对吧 他们说得对 我写了这么多年都写不出来 看来 我真的不适合写小说 他们说得不对 我卢薄言认为你合适 你知道吗 每次我在看你创作的时候 总觉得你眼睛里在发光 这证明了什么呢 这证明了你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的享受自己的创作 我好像还能感受到文章里面 文字的温度 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 角色代入创作法 对吧 好 重点来了 既然你喜欢 又为什么要在意别人说什么呢 我还记得 那时候我刚接管公司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看好我 全部都在背地里说我闲话 那要如何呢 如果那时候的我 像现在的你一样 你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对吧 为了写小说 嫁给我都赶了 你还怕重新来过吗 这本停掉了又如何 再写一本就是了 对吧 喂 喂 喂 是简安吗 我是杜社长 实在抱歉 刚刚是我态度 不太好 我呢 刚刚也好好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 可以继续合作的 明天你要是有时间 来公司我们 详谈一下 好 你现在是想哭 还是想笑 才没有呢 回家吧